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那之前能跟大家推荐的更多的都是这些X86的软路由 尤其是最新的这些Intel CPU的 但是它的价格的普遍要高一点 但是如果用这些呢,只是装一个系统 感觉这个性能就要浪费了 所以呢,就不得不提到ARM的软路由 ARM的软路由其实我很少跟大家提到过 比如说R2S,R4S,还有H68K等等 这些都是ARM架构的 ARM架构的呢,有一个优势 就是系统呢,比较单一 不需要我们去折腾很多的东西 并且它的价格呢,要比较低一点 尤其是小白,然后你之前没有接触过 此类的这些东西 然后就可以买一个这个入门来试 还是可以的 这次呢,我手里拿的这两台 也是ARM的软路由 这个是横领他们推出的H68K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听说过H68K 整体的这种H68K它的设计感非常非常的强 并且全部都是金属的 非常的有分量 那今天这个也算是一个团购活动 过程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机器不错 就找他们老板去聊了一下 然后呢,后来他们老板就跟我说能不能 然后帮我们整一个团购 然后我们把价格呢,也降到最低 然后你那边呢,也送你一台机器 算白嫖了啊 所以我相当于是只发布一个这样的消息 之后的话,那个厂家的发货呀 收货呀,都是由横领他们厂家来接管的 这次团购这个价格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低了 所以呢,我把这个事答应了下来 嗯,同样也是横领他们厂家 也是为了给H68K,69K 然后去打自己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先来说价格 那我目前手里拿的是两款 这两款呢,都是H68K 然后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2023年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呢,它是四个网口 2022年的也是四个网口 只不过它网口的这个排列方式不太一样 23年的这个,大家可以看 它是四个网口在一侧 而22年的这个是前面两个 然后侧边两个 但是它机器的所有的配置信息都是一样的 他们这两款采用的CPU呢 都是瑞幸V的3568 同时呢,也配有HDMI的接口 HDMI的接口呢 我们是可以给它刷一个电视盒子的系统 它是可以当电视盒子 也可以当软路由来使用的 这次团购呢 是2022款的这个H68K 也就是前面两个口 侧边两个口的这款 23年的这一款H68K呢 刚出来可能它的价格呢 要偏高一点 22年的这款H68K MINI的 团购价格是389 无配件,这个配件其实就是说的电源呀 SD卡呀,读卡器呀 这些都是可以自己买的 H68K PRO也就是带无线版本的 我手里这个就是带无线版本的 团购的价格是459 大家也可以去海鲜市场可以看一下 即使这种二手的这个价格 可能你也买不到 目前呢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H68K MINI和H68K PRO 和MINI和PRO它的区别就是 PRO增加了一个WiFi网卡 MINI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MINI也是可以自己去 买网卡进行安装的 我相信大多数人选择H68K呢 是要做一个软路由来使用 那目前呢H68K固件呢 有小宝的iStore 那这个系统呢 大家相信都听过 或者是正在用 这个系统呢简单好用 有自己的应用商店 还有Lin的固件 相信大家都知道Lin大佬 兼容性会更好一点 还有库鲁头的固件 是可以驱动H68K上面带的 这个MT7916的无线网卡 做成一个无线网桥的 也就是说 它是可以直接来发射WiFi信号的 在官网当中呢 也有详细的这个配置 但是呢 库鲁头的这个支持WiFi的这个固件呢 我们是需要刷到EMMC里面的 或者是清空这个EMMC 那这个刷机教程呢 这边也有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它这边呢 会给到大家相应的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操作步骤 如何去刷 然后我按照这个呢 也很快的就刷上了 然后整体的使用体验呢 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固件刷入之后呢 几乎就不需要动了 连接之后呢 就可以输入它的固件IP地址 192.168.11.1进去了 密码是password 然后进去之后 点击网络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无线 这个无线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它会直接的 就是适配好了 不需要大家去动 然后呢 在这边可能大家需要 点击一下这个启动才可以 点击完启动之后 它才会有这个OpenWT的这个无线信号 它默认是没有密码的 我现在呢 是一个手机连接 一个是电脑连接 它上方显示的这个速率 目前发射的是一个5G的信号 目前这个速率是显示的是 800多兆的一个速率 那我也在手机上去测试了一下 在手机上 在一个屋 没有任何遮挡的环境当中 它能跑到600兆 这个速度其实也是完全可以了 然后隔一度强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能够达到200多兆左右的 这个速度 像这种低功率的无线网卡 发射信号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其实已经是很强很强的了 H68K通电以后呢 默认带的是电视盒子的安卓系统 电视呢 整个系统呢 都比较干净清爽 默认带了很多的软件 同时还有当备市场 可以下载和安装国内的软件工具 海外的应用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软件商店 也可以直接下载 这个软件商店 我们可以通过浏览器输入 直接搜索它的名字即可下载 或者是下载到我们的电脑当中 用U盘安装到这个H68K上面 也可以直接安装 大家的自行可以安装和探索 但是目前来说 它作为一个电视盒子来用 有一个不是很完美的地方 就是无法用蓝牙遥控器 但是呢 H68K上面是有红外线接收器的 如果你有红外遥控或者是手机上自带红外功能 那也是可以直接用的 那我是在手机和TV上面都下载了一个五空遥控器 那这样呢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用USB的那种飞鼠 也是很方便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3568的这个解码能力呢 也是完全可以的 并且呢整机的这个功耗呢只有4瓦 然后刨满我家千兆的宽带 那CPU呢只占用了60%多 那内网2.5G网口进行一个数据传输的话 那读取的话可以每秒达到200多兆的一个速度 CPU也会占用到60%的左右 所以它作为我们普通家庭当中的一个主路由来说 其实这个性能也是完全够的 但是呢我在往这个软路由挂载的硬盘当中 去写入数据的话 发现呢前面是正常的 后面呢就会掉速 并且呢掉速还挺严重的 同时呢在写入的时候 它的内存呢也会被占满 我使用的是iStore的系统 然后我反馈了一下 可能说是固件有bug 然后我在其他的系统上呢 我也没有去试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它具体的问题是出现在哪 如果是固件的问题的话 那修复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如果大家也知道这个写入掉速的问题是为什么 或者是哪里的问题 也可以视频下方告诉我 所以呢这个设备呢就比较适合新手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软路由 或者就想去 就是说我不干其他的 我就是想用一下软路由 包括使用压上面的这些插件 这个完全是可以满足的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团购 如果想参加团购的小伙伴呢 可以直接点击下方这个链接 然后进群 然后呢后期的这个团购的中的来通知大家 并且只有进群的小伙伴呢 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内部的这个优惠券 如果您也想入手一个软路由的作为一个入门呢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H68K和这次的这个团购的活动 希望这次活动呢 是真正的为大家提供一些福利 为大家争取一些这种优惠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儿吧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